那剛剛的話特別注意喔 如果以後你想要輸入一些資料的話 第一步啦 資料假設是不只一個資料 他可能很多個資料 你可能需要一個清單去存放這些資料 像學生的成績好了 那第一步當然你可以建一個scope 空的一個串列 然後再配合這個append 把輸入的資料填到這個scope裡面去 當他不等於-1的時候 可是當他等於-1的時候那就跳離 所以基本上就是把這些資料填到這個scope裡面去喔 ok齁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有個scope之後的話就很簡單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想知道什麼 這個輸入的資料裡面 到底有幾個學生的話 那我只需要把 這個scope外面搭配一個len的函數 ok齁 他就會幫我得到什麼 得到像剛剛輸入五個嘛 所以他這個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五個學生 那我可以用什麼len 他就得到五 那如果需要跟其他的文字串接的話 共有幾位學生 那就是把五再串在String 這個裡面共有五位學生 那另外的話呢總分多少 總分簡單嘛 就是在scope的外面包一個sum 這個也有點像是什麼 有點像那個sale裡面的概念喔 然後比如說總分多少 總分420分 放在total裡面 那如果要算平均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把total總分嘛 除以幾個學生 那不就是平均了嗎 那只是說呢 他沒有辦法取到小數點的 這個第二位數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再用format的方法 format裡面的話 就是本班的總分是幾分 然後平均是幾分 那因為兩個大瓜糊 所以後面的話就是 加上total跟average 就把這個資料 放在這個總分裡面 那average的話呢 就放小數點的第二位 OK 等一下 因為這個總分的話 是整數的 整數的話你用d就可以 冒號d 或甚至啦 如果你不加冒號d 這個地方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不加也沒關係 反正你就是一直說 把成績幫我放在 這個中瓜糊裡面 最高分跟最低分其實差不多 就是在串列的外面包一個max跟mini OK 所以你會不會按我們來執行 剛剛是只有把這個輸出 那現在的話呢 再執行一下 比如89 第一個學生放進去 第二個 87 85 然後就81 然後就78 好了沒有了 那-1 那我們就把這三個成績呢 放到scope 然後呢 Enter之後的話 有點列表 讓我知道說有幾個學生 用LEN 然後呢 總分 跟平均 最高跟最低 Enter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的話就是這個scope裡面的成績 有點像是一個清單 然後呢總共幾個學生 總分多少分 平均多少分 看到整數 最高最低 這樣的話呢 就把報表給列出來了 OK 其實相對起來 如果你用那個串列還蠻簡單 但如果你不用串列的話 以這一題來看 真的還蠻麻煩處理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吧 這個地方 那待會的話 我們可能要做個變化 什麼變化 因為 因為喔 理論上呢 學生成績 假如說以這一題來看 一個一個慢慢敲很慢 通常是怎麼樣 現在很多時候是 學校已經用電腦評分 然後評分已經有 一個 本班成績單了 那也就是說 將來可能會給你一個檔案 也許是一個文字檔吧 那我 如果假如有這個文字檔 那我是不是就不需要 再一個慢慢敲嗎 那比較笨的方法是喔 把它列印下來 然後再自己在那邊敲 不對阿 應該什麼 有這個檔案 我就直接 位給 剛剛的python 所以喔 待會的話呢 如果有個檔案 我希望他可以直接幫我 把那個成績喔 位到這個scope裡面的串列 那我底下的這些東西啊 其實就可以知道了 幾個學生 總分 平均 最高 最低 只是說呢 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所以待會的話 特別注意喔 我們要更上一層樓 講到 有關 檔案的部分喔 如果有個檔案喔 我就不用自己key了喔 那怎麼樣可以把檔案的資料 讀出來之後 幫我 放在這個串列裡面 該怎麼做喔 那請各位先把 剛剛這一題先試試看 那我們待會呢 再來看一下喔 這個地方 該怎麼完成喔